哈囉大家好 我是來種花燕 今天要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夏天一定要種的一個植物 叫做天使花 那最近呢 非常多人問我說 夏天到底種什麼 他們家植物死得差不多了 那今天就跟各位推薦這個植物 夏天非常適合種 而且花量也會非常多 首先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天使花它的構造 天使花呢 它是屬於純形花科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花 像一個嘴唇一樣 純形磅的 然後它的開花是會從 因為它這個有做摘芯 它從肌部這邊長出很多個枝條 然後每個枝條呢 上面都會有花 然後主要枝條開完花之後呢 下面的側枝條也會繼續開花 所以它會成樹的一個開花的狀態 那另外呢 天使花它的花色也非常的多 像我今天買的是粉紅色的 洋紅色的 還有白色的 那天使花的種植呢 有一個比較大的技巧 就是你不要只種一盆 你要種一群 然後顏色呢 色調要幾乎差不多 不要擦太遠 這樣子看起來會很混亂 像我們今天選的 也是都是粉色系的 這樣種起來整個就會非常少女心很夢幻這樣 好 那接下來要怎麼種呢 首先我會找一個淺盤 那淺盤這邊我會先鋪土 那鋪土的話 我會鋪前面低一點點 然後後面高一點點 那到時候種下來 我們就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欣賞的角度 就全部都會是花這樣 那首先呢 我會把這個 洋紅的這一顆放在正中間 讓它整個這個花的顏色的那個是很集中的 那接下來我會把粉紅的放在旁邊 那每個植物的距離呢 大概只要隔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用隔很遠 這樣種起來才會有一個很澎湃的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把另外一個粉紅色的放在附近 你不用擺的非常的刻意 像我這個粉紅色跟這個橙色 洋紅色之間 我會夾雜一個白色的 那這一顆白色比較小 我們就放這一顆 要注意就是說 像你要做這種煮盆的時候 比較小顆的 我們盡量把它放在前面一點 那它如果真的比較大顆 就把土挖下面一點 讓它感覺起來是比較矮的 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放這一顆 要記得每一顆都會讓它有露出來的感覺 那最後這顆白色最大 我們把它放到我們的這個正中間 仔細看一下 花式買到這種苗呢 它基本上裡面會有像稻谷 這代表說它的排水性需要很強 但是它是喜歡很濕的植物 OK 那我們中間擺一個白色的 那這一顆你看就有點矮 所以我們會幫它加一點點土 讓它高一點 比較不要那麼矮 不然會被遮起來 完全看不到 那最後呢 我們再把這一顆白色的放上去 那它就會呈現這個 像山形一樣 一朵花的山醬 那接下來就用這個土呢 把這個縫隙全部都把它給補滿 就是邊填的時候邊調整一下它的那個 花的狀態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喔 我個人喔 因為這個土它是會跟這個盆面是等高的 所以等一下澆水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的土流下來 每次澆水都有很多的土流下來 所以我會用一些覆蓋的東西把它蓋上去 這樣子它澆水的時候比較不會流出來 我用的是一些木片 木屑把它鋪上去 把它鋪上去 這樣子看起來就會非常美觀 好了 那我們種好了 我們去澆水 好 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 像天使花這樣的植物呢 它的光照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在夏天的時候 非常適合來種它 它在大灘的底下也沒有關係 那接下來說一下肥料 像剛剛我的話 我已經混了一些雞肥 所以基本上肥料就不需要再給了 那你可以噴一些那個零肥 花料肥 然後做意面施灑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它的排水 大家可以看得到喔 我剛剛水才剛加而已 它就已經開始在排水了 代表說你這個土呢 一定要非常的排水 它是很喜歡水的植物 甚至有一點點陰道水都沒有關係 但是呢 這個排水一定要很疏鬆 然後一直給它補水 這樣它才會開得比較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E&I種花 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夏天的時候 種出一份很漂亮的 這個天使花的花山 那如果你也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